我们今天讲的 齐心动力 统统都是财富 今天讲财富 物里面含的多了 他所想要得到的 所以他身心不安了 齐心动力 言语造作 无非是想求得他之所爱 所好所愿 所以他的身心定不下来 不安 这就是唯心走势 心的大妄想 神要为这个妄想 去办事 由锦心月 为心走势者 如刻鲁注于养焰 这个故事讲了很多 春天 特别是早晨 黄昏也有这个现象 我们在国外 地广人稀 车开在高速公路上 看到前面的地气 好像水里都是波浪一样 一冲一冲的 常常看见 雾气 就是地面上的水阵气 这叫阳烟 路 野生的 他不知道 他远看了 以为是水 他渴了 想喝水 往前面走 走 不管走多远 他还在你前面 永远找不到 他不是水 这个口渴的炉 以为是水 追逐 养焰 而得不到水 这是比喻 世间人 想得到 财富 想得到 五欲 六阵 财神明是睡 不知道这些东西 他有因果 不修因 怎么可能得来 看到别人有 想尽方法 欺骗他 夺取他 得到了 得到怎么样的 自己享受不长久 转眼就成空了 累积财富 有啊 真有些人啊 累积亿万 不敢放在家里 我记得 我1977年 第一次来讲经 是圣怀法师 跟谢道林居士 两个人 到台湾 把我请到香港来讲经 那第一次出门 在香港讲了四个月 谢居士 小有财富 不是大富人家 她的那些金银珠宝 放在银行 保险箱里 有一天 他带我去看 三个抽屉 打开来给我看 我嘲笑他 我说你就这么一点点 财富不敢放在家里 放下怕打劫 不敢戴在手上 戴在手上出去 你怎么手砍断 只有放在银行里 保险箱里 那是他的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一点点 他说你有 哎呀 我说我太多了 我自己都说不清 他在哪里 所有珠宝店都是我的 我去看 拿来 我看看 看完之后收起来 乖乖听话 又不能戴在身上 又不能放在家里 怎么能算是自己的 那要算是银行保险 要算是自己的 那所有那个 这个珠宝店的 都是我的吗 我去看 叫他拿出来 他都敢不拉望 叫他收 他都好乖乖收起来 人要有智慧啊 这是被欺骗了 以为是自己的 错了 我讲经书常说 你身上带的钱 是你自己的 放在家里 放在银行 不是自己的 你住在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自己的 离开房子 不是你自己的 我说实话了 说真话了 心里头没有负担了 全放下了 这个认为是自己的 那个认为 你想想 全是假的 哪一样东西是自己的 这 卫心做事 这个心是旺心 迷惑颠倒的心 你喂到他 一天忙到晚 受苦受难 冤枉 冤枉 像 克罗克 扬夜 一眼 浓于空话 那意思是什么 眼睛有毛病了 看外面 空中 总觉得空中 出现很多东西 那 这是什么 这是眼病 好眼睛 看不到 那 我们也害过眼病 有这个经验 那 不只是 借为 爱谁 之心呢 那 贪爱 感应的是水 严重的是水灾 那 说不了 病化 而走 吃苦 不明了 因为眼睛有病 看到空中 好像有花 其实空中没有 这跟这个比喻相当 从这个比喻里面 希望我们觉悟 扬夜 就是下面 这个带火自边的夜 啊 那沙漠中 出现的幻想 冤枉 似水 啊 客路 客马 等 求谁 心切 去腹 求淫 为师徒劳 啊 这个刚才 跟主人说过 啊 洋液 旷野 旷野 当中啊 可以看得到 啊 在高速公路 行走的时候 如果 几十里路 都没有人家 这个 这种现象呢 就很可能 出现 又如有意义之变 眼睛害毛病的 于虚空中呢 望尽空话 啊 自己 想去则这个话 哪知道是一场空 这都是说 神荣 为心 走使 走使者 就是 劳碌 奔布啊 那一天忙到晚 不知道忙些什么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好 一生皆是命 半顶不由人 这个观念 这个说法 绝对 不是消极 它是事实真相 那我们不能不知道 啊 人 如果想求富贵 佛法里面说 求富贵得富贵 求儿女得儿女 求长寿得长寿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这个话 我第一次听到 是张家大寿告诉我的 啊 我跟张家大寿 那一年 他老人家六十五岁 我二十六岁 啊 张家大寿大我三十九岁 祖父辈 祖父辈的人呢 他看人看的太多了 从阅历当中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看到这个人的相貌 精神 仪表 贪图 啊 这个人夜深的命运 他都知道 那么对我当然不例外 老人慈悲也 帮助我们改命运 啊 啊 命里头没有财富 夜深贫贱 命里面没有长寿 短命的小 啊 他虽然没有说 我自己清楚 啊 他叫我 把这个因果 说清楚 说明白 啊 财富是国报 因是什么呢 是财富是 我没有财啊 我怎么能修财富是 那得有钱人才做得到 啊 老师告诉我 一毛钱有没有 我说一毛钱可以 一块钱有没有 一块钱还勉强 还行 他就下断 你就从 一毛一块 学 不实 最重要的 要长存不实的心 啊 不能没有这个心 烈 随分 啊 有多少就不是多少 财不是的财富啊 啊 聪明智慧是国报 啊 法不实实音 啊 你所知道的 喜欢讲给别人听 这叫法不实 啊 不但自己啊 要讲给人听 自己 还要做给别人看 身心 研究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的聪明智慧 的聪明智慧 无为不实 别人遇到困难 遇到这个障碍 遇到这个障碍 你有方便的 把他化解 啊 让他离开 恐怖 忧虑 这叫无为不实 果报是健康 成熟 啊 我听懂了 听明白了 他就叫我 要正干 啊 先试试看 他那一天给我说了六个字 看得不放得下 这你就真正干的 就落实在 才不实 发不实 无为不实 你去做六年看看 我很听话 就认真做了六年 六年果然有效果 而且效果非常殊胜 是真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寿命 只有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以后 这个寿命 全是这一生 修无为不实 法不实 是延长的 自古以来 修长寿的人多 得的果报也很显著啊 啊 但是 延寿超过四十年的 不同 啊 大多数是 是一个七 两个七 三个七 很多 那一个七就是七年 两个七十四年 三个七二十一年 啊 啊 原了凡先生 延寿二十一年 他的寿命只有五十三岁 他活到七十四岁 那 啊 延寿三个七 我没有修长寿 啊 我把寿命 交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觉得我什么时候该走了 他就回来接应我 那不来呢 不来就让我表法 啊 表什么法呢 表这三种布施 啊 才是法是 无谓是 我做了一辈子 天天都在做啊 讲经教学是法布施 用我的身体 用我的精神 这叫内才布施 比外财 国报还要殊胜 啊 外财 身外之物 啊 内才 身心体力 那 无谓不实 念念不实 苦难众生 帮助大家 离苦的路 这是我 啊 老四教育 我做了62年 证明老四说的 佛经上说的 丝毫不爽啊 绝对正确 啊 所以我们应该 遵守 古圣仙仙的教会 啊 真正有大学 有学问的 这些老师的教训 尊师忠道 一教奉献 决定不吃亏啊 啊 决定有殊胜的国王 啊 啊 不再有牢鲁奔波 啊 油画在人间 无比的快乐 这些都是从佛法当中带来的 啊 啊 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 念念不忘啊 我安心 啊 感谢观看